這個禮拜的話最後我們其實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剛剛的問題是跨工作表 就是這邊有四個工作表 那我是分別從第一個 有沒有然後一直到第四個 不過編號一定是從0到3 0123 總共四個分別做這個處理 那其實還蠻多同學常會問到說 是可是我們還有一個問題 不是只有工作表 我們其實問題比較多的是工作部 其實工作部意思是Excel檔案 那一般的話在Excel裡面的那個名稱 它叫做工作部 所以以後如果你是一個一個的工作部 這樣就是一個一個的Excel檔案 那Excel檔案如果說假設 我們並不是說四個工作表 而是四個Excel檔案 那分別四個一個是住專 一個是領主 辦事員助理員 而且它一個 就等於是後面可能這個名稱也許叫什麼 住專 後面副檔名就是.xlsx 類似像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是把這些都把它重新再複製一個檔案之後 把後面個別的 比如說住專 我就把後面這三個 把它按右鍵刪掉 等於是我複製了四個一樣的檔案之後 然後把它的名稱改成住專 名稱改住專 那其他刪掉 那領主 如果是領主的話 就是用這個當領 其他的這幾個工作表 把它刪掉 所以其實就是 把它虛擬一下 變成什麼 四個 所以我再把它存在一個資料夾 假如另外一個變化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並不是四個工作表 而是四個工作部 就是四個以色的檔案 分別是住專 然後好像 反正這好像沒有按照順序放 我們就說這樣 這四個 變成 打開的話 這個住專 裡面其實就是這個 後面都一樣 好有沒有 住專 然後呢 其他人的 其他的 直撐的就不見了 就是類似像這樣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希望跨工作表 去幫我把 這四個工作表裡面 做一樣的事情 比如一樣 這裡面打開 裡面應該就是 都沒有什麼 都還沒有 沒有把它做 就是公司 裡面的這個公司 都沒有產生 那我希望就是說 可不可以我不要每次自己打開 然後還要再填 七個藍位公司 向下填滿 有點麻煩 然後我希望 類似把剛剛的跨工作表 變成跨工作部 OK 那這個 如果這四個工作 檔案部分的話 其實如果 等一下各位要練習的話 要不然就自己存 要不然我有把它上傳到 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我等於是把它 壓縮成一個壓縮檔 然後把它上傳上來 你們可能找一下吧 有個點力IP的 應該是在 哪個 人事考評的點力IP 在這裡 人事考評 然後你們就把它下載之後的話 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的話 裡面就是四個這樣的檔案 OK 那如果說我希望 在 不要說像以前的做法 以前變成說 你有四個工作部 你就要打開四次 然後做 有七個藍位 所以七乘上 四個檔案 然後要做二十八個公司出來 你不要 你希望怎麼樣 最好可不可以寫個程式 然後就直接 直接把這件事全部完成了 這個 當然滿多同學都常問這個問題的 你說怎麼寫 說真的很難 真的非常難 恐怕 如果你把這個問題 直接問那個 即便很資深的老師 或者是工程師 請他幫你寫 應該還是會很多人寫不出來的 OK 不過我想過 這個時候有CharGPT 你不用自己 傻傻的自己慢慢去寫這個程式 但是你要有敘述的能力 所以我就把這個問題敘述給CharGPT 上禮拜我大概就run了一下 所以我把這個問題一樣在底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清楚的下方 這個是清楚 我剛剛的問題的下方 然後我就把這個問題 敘述讓CharGPT知道一下 問題其實也不用很複雜 我們可以對照這幾個檔案 敘述的方法是這樣 第一個你要知道敘述的名稱 它叫做工作部 然後我有四工作部 所以工作部名稱 總共有注裝.xlsx 特別注意喔 這個副檔名我建議你還是要加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加的話 他不會知道說這是一個檔案 你說老師可是問題 我們每次看到都沒有副檔名 為什麼你現在有副檔名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上方不是有個檢視對不對 檢視的地方 我是建議你這邊不是個打勾 有沒有 副檔名打勾一下 OK 他就會有副檔名出現了 所以以後你就打這樣子 你不要只有打一個名稱 不然我是覺得他可能會沒那麼聰明 然後就有四個嘛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之後的話 這個工作表的第一個工作表 需要填滿公式 我好像沒有 前面我看看 前面我的 前面好像也沒有特別講 只是我一個延續性 那他基本上就應該知道說 原來你要做的是 把剛剛的那個四個工作表 變成四個工作部 然後呢 這四工作部裡面的第一個工作表 需要填滿公式 OK 我就選這麼簡單 本來問題應該很難的 結果沒講到 我跑出來看看 我其實也不確定 所以把這個問題 丟給大家之後 看一下 他名稱 他名稱很長 叫Fill Formula as Accru 這個名稱你可以自己改 這個名稱你可以自己改 比如你可以什麼 跨工作部填滿公式也可以 你自己改成公式 那再來的話 這個 大家看一下 他一樣是有一個陣列 有沒有Array 那這個陣列的名稱 本來叫Shift Name 工作的名稱 他把它改成File Name OK 這個名稱制定 你叫別的也沒關係 你叫F也可以 只是底下你也叫F 然後你會發現 他的Array裡面 就分別放他的檔名跟副檔名 所以我們總共有四個檔名 也是0到3 因為編號從0開始 然後一樣是從0到3 分別把它打開 不過你會發現 其實這邊的話 他其實主要是 這個地方是重點 也就是如果你要打開這個檔案的話 語法叫Wobucus 這個叫Wobucus 就是工作部物件 點Open的話就開 那開的話呢 這後面有個路徑 不過他路徑的話 是目前工作部一樣的路徑 但是我們改成應該是在這個路徑 所以你將來可能要改一下這個路徑 你把這個路徑有沒有 這個路徑有沒有 要把它貼到這邊來 也就是這個路徑可能要修改一下 因為你沒有跟目前的檔案放一起 所以你必須要改一下 然後這個斜線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後面一定要有斜線 才會去指向某一個檔名 OK 所以大概這個地方注意應該都OK 其他應該沒問題 其他就是輸入做一樣的事情 這個就是輸入公式 然後分別填滿 那底下有一個敘述就關掉它 Safe Change的話 顧名思義 要不要存檔 要 來試試看 目前我把它打開一下 裡面的話應該這個都沒有做公式 那我的需求是希望幫我把這四個裡面都填入公式 並且向下填滿 那我不想要自己在那邊傻傻的慢慢自己做 那我已經請Charty去幫我寫完程式了 然後把這個公式呢 直接複製一下 接下來的話你只需要會貼 貼公式 貼過來 好 不過跟各位講這個難度真的非常高 如果你會的話 那你的等級已經是 蠻資深功的才會的啦 然後發現很多人其實 很多同學希望學這個 但問題你的 以前我不太願意講 主要原因是因為 實在是太難了 我光講這個 同學已經受不了了 但問題是現在有ChartyPT輔助 我覺得是比較可以 好 所以呢 我已經把它貼上了 那我剛剛講需要改哪些地方了 其實最最最最最重要是這個地方 this.wordbook.pass 這個要改成什麼 改成你目前工作 這個你目前的這個資料夾所在的路徑 那當然我現在是這個啦 你們將來也自己點上面一下就會出現了 那你只需要把這個路徑複製之後呢 貼到這個斜線的前面這裡就好 這個前面這個this.wordbook 這個把它刪掉 這個喔 這一串刪掉 留什麼呢 留這個斜線就可以了 這個叫反斜線喔 左上到右下這個反斜線喔 然後呢 再把這個路徑貼上 這樣 複製有沒有 點一下複製 貼到這裡就ok了 有沒有 然後呢 他就知道說 你的檔案是在這一串下面啦 這個 這個反斜線指的是 那個資料夾的下面喔 所以這個反斜線一定要有喔 沒有的話呢 他就會跟資料夾串在一起就找不到喔 OK這個很重要喔 然後呢 檔名的話 他就找到第一個 注尊.xml 所以呢 就把這個